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廷律师 前阵子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从这个政治圈到这个名嘴到艺人 很多人遇到了MeToo这样子的一个风暴 有人主张说可能被性骚扰 有人主张可能被性侵 或甚至还有针对未成年人 等等很多的事件 可是呢我们也会发现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可能是真的 却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假的 有些确实真的是个被害人 但是呢却也遇到有像是辖院报复 捏造了一个虚假的事实 目的是要让这些名人们沉船 名誉受到极大的伤害 或甚至利用虚假的事实 来做一个威胁恐吓 所以我们这次在节目当中 就想跟大家好好来分析跟讨论一下 在这个MeToo事件里面 有一些真真假假的 有一些可能证据不足的 有一些可能它是真的 那到底这些涉及到相关的法律的责任 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开开心心 不是开开心心 真的可以让真相呈现 大声的说出来 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证据支持 我这样说出来 会不会反而让我招致很多法律上的风险 我们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好好的来讨论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绿邮金》 绿邮金 绿邮金 大家来看肉爱听 所有烦恼都出镜 大家都爱绿邮金 大家都爱绿邮金 全家的笑都开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两位大律师来跟各位讨论 我们今天的议题首先第一位是我们黄丽黄大律师 大家好我是黄丽律师 还有思义全苏大律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两位大律师 你们看了这阵子这么多的这个新闻 除了我们当然看到很多这个MeToo的被害人 真实的需要大家来协助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其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觉得也很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有很有趣的 就是我客户委托我案件 然后顺便给我看一个截图 因为她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 然后她有一次就在IG上发了泳装照 然后她的朋友就提了她的泳装照 然后私讯她说身材不错 这是个赞美 这是个赞美 还是是个性骚扰 还不知道 然后她就回说 还好啦 就是胸部也没有很大这样子 女生就这样回 回男生 对对对 她的意思就是说我身材还好啦 男生就说其实我也不喜欢太大的 然后后来又再一次又类似说 你真的很漂亮 然后后来那女生跟男生刚好吵架 她就拿来问我说 律师这到底有没有性骚扰 对没有她要讲说有没有涉及到侮辱她 对不对 女生自己只是谦虚说身材没有太好 男的就直接说我也没有喜欢胸部很小 代表你的胸部很小之类的 所以女生感觉到备受侮辱 没有男生男生就是我想追你 你既然自己签计 没有啦没有啦 那太大我也不爱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小巧 但是女生好像这个回答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回答 标准答案了对不对 对 就是说总之这种就是朋友之间 就你发了一个比较sexy的照片 男生想称赞你 可是有时候那个尺度又不知道怎么拿捏 有一句话嘛 我穿为我的自由 谁说你可以乱看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当然就是女权当道啦 对只是说这个就是界限 我们就帮男性发声好了 说这种在网络是这样 男生真的很可怜啦 女生通常为了 不管是你要网红 或是那些网美什么 都为了吸睛 穿漂亮啊 就是不管怎样啦 反正卖房子卖车子 旁边一定要有正妹嘛 对不对 卖猫卖狗旁边一定要有正妹 然后你到底是看正妹还是要买东西 你也分不清楚了 穿的少 然后你们觉得哇好棒 然后底下留言开始 你只能留一些很自私的言论 爱心啊 好好看啊 真漂亮之类的 然后类似有点就是跟他讲 我觉得好怎么样怎么样 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完蛋 对不对 人家有心做文章 你基本上就抓你与病 陈如刚刘大学是讲的 你这样是不是说我小 对不对 尤其这个典型就是女生 如果要跟男生吵架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完蛋 对不对 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平常时候心情就很好嘛 对不对 吵起来啦 对不对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 你眼睛怎么看起来这么忧郁呢 然后我平常看起来就很开心嘛 对不对 你看这样也吵起来 所以我们到底男生在以前到现在 我们觉得越来越难做 女生到底心中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女人心海底针 你要刚好捞到那根针 才不会有事 所以奉劝各位男性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通通沉默以对 然后发生到现在就开始怎么样 沉默以对 然后人际关系梳理 然后开始就是没有什么人结婚 少子化 国力下降 一度下滑 对不对 我们觉得这样非常好 对不对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的状况啊 以后这种权力意识的高涨 必然会造成这样的酣残效应 对对 因为你只要过度的称赞 很可能就收到律师函 纯正信函 或是收到法院地检署的传票 对 马上就来了 不讲也不是 对不对 然后有时候在说 这个时候如果你知道多讲一句话 你们女生怎么这么难搞 你也中 性别歧视 对歧视马上你也中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都不表态 然后女生看 为什么不讲话你心虚 对不对 我们实在太常遇过这种 对 因为本人办过太多家事 只要是男女吵架 女生只要有心要跟你吵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特别我觉得针对涉及到性别 涉及到身材 涉及到外貌 这一种 其实都很容易摄入到性骚扰 或者是妨碍名誉 公然侮辱 都很容易涉及 所以遇到这种事情 就要特别小心 那我们等等在节目当中 再跟大家好好来分析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要你登录是有实名制的 你以后上去发言都要小心 因为通常 你如果法院跟这些公司 或跟这些 你在台湾有营业处所的人 调这些资料 法院有文具 他还真的不太能不给 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在低咖上 低咖很容易掉到 基本上你们通常在这个地方乱留言 底下都会开始都匿名 头像都是看不到的 到时候你就完蛋了 基本上都会中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这个MeToo事件当中 其中就有一个 艺人应该说演员 他叫做吴康仁 我们特别想拿出来说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在法律这个领域里面 的一个样板 他一开始是这样 有一个民众 他匿名的 匿名的就是让人家 不知道他是谁 发了一篇文章 而且这个文章 也没有直接点名 吴康仁三个字 他也是用说W先生 是个实力派的演员 常常演律师 检察官 总而言之 虽然他没有直接讲他是谁 但是你从他文字当中的线索 大概可以推知是哪一个人 好 那用这种方式 推知是哪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艺人就是 吴康仁先生就被影射了 那被影射以后 他当然出来反击 出来做澄清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这事情是假的 那这一个匿名的人 我们可以告他吗 例如说我告他妨碍名誉 我可以对他做提告的动作吗 还是因为他没有指名道姓 你告不了他呢 又是我真的可以告他 可是因为他匿名 我找不到他是谁 所以告不了 这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也要跟大家来 再来讨论一些 例如说有些事情 他可能讲的是真的 但有些事情讲的 不一定是真的 这个又应该怎么判断 或有一些证据来佐证呢 王莉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 像受止这样的事情 好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me too事件 有人其实也有开告 开告就是说他觉得你诽谤他 那其实诽谤是我们民众 很常会互相告来告去的事件 我觉得你在影射我 我就告你 或是你直接指名道姓是我 你在FB上 但我真的没做这件事 对我没有这件事 我就告你 那他其实他的法条的要件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 故意要把这件事情散布于众的意图 然后呢 他又是一个会毁损名誉的 一个事情 对 那这个其实就构成 刑法310条的诽谤罪 只是说如果他刚好是真的 而且这个事情又跟公众利益有关 那他就不会罚 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讲的是真实的 对 然后又跟公众利益有关 对 比如说你是一个名人 或者是你是一个老师 或者幼稚园大家都知道 那其实这个 或公务人员 这种影响到公权力的 对 你不是一个 就可受公平了 对 那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就需要知道 来合理评论一下 这样子 那受子这个案件蛮特别 也是说他不警告了这个 他被一个民众 也是一个女生 好像女生 其实他 他请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狗仔记者 叫做葛思琦 帮他开了一个直播 葛思琦跟律师好像其实就是陪同 那是由这个女生自己讲 他说在17 18年前的时候 跟受子他们在夜店的时候 说那个受子有侵犯他的一个行为 那这件事情其实当下我第一时间 我也有去catch到 因为受子其实最近真的很红 而且还红到了对岸去 那如果他真的有 我们真的会吓到 因为他平常形象很好 然后又最近又结婚生小孩 这样子的 就是算是偶像 算是偶像 人设是高的 人设是高 而且是很爱老婆 甚至他很多 那个时候他老婆的这个长相 被公开的时候 有些网友就嘴巴比较坏 去攻击他老婆 他也是一直说 什么我老婆的好 只有我知道 所以大家对于他很袒护女性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是觉得好的 那粉丝也都是女的 结果突然爆出来说 哇他十几年前不仅去夜店 而且还对这个酒店小姐不礼貌 那这件事情一爆出来 那个直播大家都在看 结果受子的经纪公司 当天晚上就马上发声明说 他们一定会提告 然后隔天后来也都陆续提告 而且他们不仅针对这个爆料者 他们连记者 旁边的记者也一起提告了 那那个葛思琦当然他是说 他说他是一个伸张正义的角色 那他就是单纯陪同这个女生 需要协助他陪同他 但葛思琦就说我什么都没讲啊 都是这个女生在讲 我也没有去多加一些评论 去解释或什么的 那你告我有什么意义 就是他在讲 对那这件事情我觉得 因为已经进入这个侦查程序 其实我也蛮想看到 最后检察官是怎么来说 葛思琦这样一个陪同 但不讲话的角色 到底算不算一个 也算是一个就是散步于众 或者是诽谤的 一个共同的那个 共犯 对共犯 对也是想想了解这个部分 那我也想分享说 其实明法上也有亲爱名誉权 因为刑法是判刑嘛 那民法更重要的是对 你有没有侵害到我的民营权 我要你用这个金钱赔偿我 他其实跟一个东西抵触 叫做如果是媒体报道 他跟媒体的新闻自由 其实是抵触的 因为媒体就是要挖真相 好挖真相告诉大家 你们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一定是你们没听过的嘛 一定是一些秘密嘛 那这些秘密不会在路上看到啊 一定是我去哪里听来的 好那这些东西 他就是一个来源 新闻来源 那这个新闻的来源真实性 你在哪里 对啊你能不能把这个人讲出来 对那这他就是一个疑问 那我们民法上妨碍民运权 会讲究说 你就算你不确定这件事情 是真是假 但是你在报道之前 你必须要经过一个合理的查证 你至少也有一些依据吧 比如说你的来源是谁 你可能要讲出来 你的合理查证什么 否则你就是妨碍民运权 而且你还要给人家一个 恒平的空间 像律师常接受采访应该知道说 你今天被报一个新闻 像之前我接受这个采访也是 你当事人新闻被报出来 他一定会打给律师说 律师你们这边有没有要 要澄清 被指控的那方面 要讲讲话 要澄清嘛 因为前面可能都是对方在讲 不一定正确 但是你后面 你只要稍微解释一下说 不是这个样子 那看新闻的人看到后面 就会知道说 OK OK 各说各话 对就很凭报道 那我之前办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案件 是吴佩慈的案件 那个时候大概十年前 他跟季晓波刚开始交往 没多久 孩子可能才生一个 没有生四个 他就传出那个 一个周刊就报道说 吴佩慈被爆料说 只会买爱马仕 然后非常的极尽奢华 然后季晓波受不了 他说他给每个女生的上限 就是三百万港币 吴佩慈已经超过这个上限了 所以季晓波想跟他分手 吴佩慈他就说 可是我有生小孩 他就说生孩子可以 结婚不可能 那周刊就把这个报出来 那每个人看到都说 吴佩慈不意外 吴佩慈就很生气 他就去提告这个周刊 对 那提到这周刊 周刊说 我有合理来源 但我不能说是谁 对 他说我要保护他 如果不保护他以后 谁还来告诉我秘密 那所以最后法院判下来 其实就是判周刊百诉 对 因为你不能够说 就是以这个新闻自由 或者是什么为名 你不讲出你的合理来源 那等于是你 你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抗辩 对 讲白一点就是 应该正常来讲是 法院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但是你要让法院知道是谁 那法院经过审理 觉得你的这个来源合法 那他判决你胜诉 但是法院帮你保护这个秘密 是可以的 我们很多营业秘密案件也是一样 对 其实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敢相信法院 大概就是没有 大概就是没有 就是假的 所以最后其实 法官就是判吴佩慈胜诉 要那个周刊要给他50万 而且这个是一路到最后都定验 都是这个结果 对 对但是对于周刊来讲 没差50万 我卖出去的这些周刊的收收收到的钱 远超过这个 送你50万 送100都可以 对对对 那苏大律师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这种东西匿名爆料现在太多了 但是先跟各位乡名键盘侠正义魔人 还有可不可以可爱的弟弟妹妹 告诉你们 在各网路平台 基本上现在来说 只要你登录是有实名字的 你以后上去发言都要小心 因为通常 你如果法院跟这些公司 或跟这些你在台 在台湾有营业处所的人 调这些资料 法院有文具 他还真的不太能不给 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在低卡上 对 然后低卡很容易调到 基本上你们通常在这个地方乱留言 然后底下都会开始都匿名 头像都是都是看不到的 到时候你就完蛋了 基本上都会中 那先跟你们讲 脸书跟IG 通常国外公司 比较不会给 比较不会给 很多时候就告诉你们 如果真的要骂 在不同的平台骂 会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呢 就是跟五周制药的理念一样 先求不伤身体 再求疗效 我们要恶意抹黑重伤 别人攻击别人 一定要怎么样 他不爽我爽我才会爽 如果他不爽我也不爽 那就是你们都不爽 这样子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律师告诉你们这种 要如果要做 要做就做死 不然不要做 对 只有两条路 没有中间值 是 我来补充一下 像PTT或D卡 都是台湾公司 所以法院只要发函去给他们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都承办过这案件 PTT D卡就会把 你登录的ID 什么时间登录你的帐号是什么 当时候注册的人是什么 全部提供给法院 或提供给检察官 所以大概都跑不掉 那你说脸书 IG 的确在过往脸书跟 IG 他都会告诉法院 告诉检察官 第一个 他们没有在台湾 有直接注册营业处所 你看到的脸书公司 Facebook公司 在台湾 都是做广告行销的脸书公司 而不是做那个网站上 提供脸书服务的那一个公司 所以他们会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提供给你资料 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 这个人什么帐号 注册的资料 请你去问 美国的脸书公司 请你去问 美国的 IG 公司 那当然 台湾的司法单位 第一个 不会去问 第二个 当你发函去美国的脸书 或 IG 公司的时候 他只会回给你 欸 台湾好像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我没有办法 直接回复 以你们 回复一个官方的 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所以大部分会 石沉大海 收不到 不过最近 我们当然也有遇到 我们的刑事局 司法单位 包括像 LINE 包括像 Facebook 包括像 IG 这些 有一些有建立的 一些互相可以提供资讯的管道 那它不是绝大多数的案件 是有部分的案件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过往 当律师职业过往的经验就是 好啦 你可能在脸书上面是匿名的 可是你只要在脸书上面 虽然你这个匿名帐号 或相关的纸帐号 或者是说 开副本的帐号 有一些连结 还是有可能透过很多网路的蛛丝马迹 找到你真实的身份 像我们过去就曾经 有一个人在网路上骂人了 那我们去看他的脸书 当然不会写真实姓名 可是查查查发现 他曾经坐在某个摩托车上有车牌 我们就从这个车牌查到了这个人 所以不是完全抓不到的 是有可能抓到 只是什么时候抓到 那个人被抓了 已经经过大概半年以后了 也就是说他在这半年的时间 他也觉得没有人抓到他 所以他一样去发文 一样去别的地方骂人 但就有一天 他不小心很愉快的 发了一些生活照 中了 就突然经过半年后中了 我甚至有过当庭扣押他的手机 打开他的脸书 看他脸书所有账号 就抓出来 对即便他删过 脸书还是会有留下记录 还是抓出来 甚至修改过脸书的文章 因为脸书如果你是本账号 你是可以看到自己修改轨迹的 一样可以拉出来 就在这状况下 就一样真相打法 所以有时候应该查不到 但是真的要查 那就是律师的功力 不是真的查不到 所以还是不要做最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然后他又传了其他殡葬业者 殡葬业者来了就说 看了这个文 大家大概都知道是谁 因为殡葬业 染量直升头发就这么一个 然后他也收了很多截图 问说是不是这一个 对 后来那检察官就说 那你讲出来的东西 足以具体特定人的特征 就是这个关键字 我足以特定你的特征 你就是在骂他 你就是构成诽谤罪的内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个MeToo事件 真的是余波荡漾 除了刚才提到的 我们有真实的被害人 也有虚假的被害人 那也有想要透过 刚好这个事件去伤害别人的人 那在这个状况下 到底怎么分辨 又或者是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呢 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在网路上面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些 可能用隐晦的文字 就像刚才有提到的 可能我们没有指名道姓 甚至我看过最夸张的 我曾经遇过 之前我常上节目 就有一个来宾 那这位来宾 当然他的讲话 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那他的应该说 喜欢看他的群众 就有两派 一个极喜欢 一个极讨厌 好啦 那就遇到了极讨厌的那一派 他怎么做呢 直接用这个来宾的大头照 用这个来宾的名字 创色了好多好多账号 他把它创色成本人 然后再本人骂自己 讲自己多么糟糕 哇你又想像说 这不就天衣无缝吗 你看我就是用自己骂自己 这个感觉好像 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最终 就是抓到背后的那个人 因为我们必须要说 一个很鲜明的 这种具有攻击性的 他会不断的不断的攻击 那就有一天一定会露出马脚 所以最后还是会被人家发现 找到真实的这个人 除非你有一天会收手 但是多半就是这样 我攻击了 好像没有对手 好像别人没法反击 那我会不会继续做下去 保证会嘛 因为做得很爽嘛 就不断的做 做到被发现了 被抓起来了 那就把前面做的 全部坐起来出发 就变成是这样 那黄利有没有遇到类似案子 我觉得有一个案子很有趣 想要跟大家分享 他有一个殡葬业 有一对殡葬业就是老板 就是主管也是女的 那这个主管跟他的下属 一开始的时候还OK 都是女的 都是女生 后来吵架了 这个主管就在他的FB上 发文 发什么内容呢 他也没讲是谁 他就说 我们这个行业殡葬业 不是来卖的 他不是包包换包包 也不是什么300元 一小时的小姐 就可以来接体 接大体 说他穿迷你裙 高跟鞋 卖脸 又卖身 把我们这里当什么了 最后还加一句说 亮紫色的头发 一个月4万元 不限次数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觉得没什么 可是女生会介意 你为什么要把我 对人格尊严的贬损 我又没有做酒店的 你把我说去做酒店 或者是说就算我做 你怎么可以把他讲出来 对 最重要是他讲到一个亮紫色的头发 这就很少了 这就很少了 那后来 好啦 那当然他这个主管就被告了 那他主管来的时候 他就说我没有说是谁 我没有指名道姓 对不对 有些人就自己要对号入座 我能说什么 可是那个检察官就传了这个 亮紫色头发的妹妹 然后妹妹就说 因为其实他那个po文里面下面还说 我就在讲你姐 类似这种话 那检察官调查就说 冰藏业同时有姐姐跟妹妹在里面做的 就是这一对姐妹而已 而且亮紫色头发应该就更具体 更具体 然后他又传了其他冰藏业者 冰藏业者来了就说 看了这个文 大家大概都知道是谁 因为冰藏业 染亮紫色头发就这么一个 然后他也收了很多截图问说 是不是这一个 对 那后来那检察官就说 那你讲出来东西 足以具体特定 人的特征 就是这个关键字 我足以特定你的特征 你就是构成诽谤罪的内容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指标性的一个 对他告诉你说 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把名字讲出来 你就没有事情 你让他身边的人 尤其是他身边的人 都知道你在讲谁的时候 这个就是对他名誉伤害最大的地方 一个诽谤 一个诽谤 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很好笑 就是说 选举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会互相骂来骂去 那个候选人之间 那你在地有一个议员 一个里长 议员 一个议员 被影射说 好像有会选里长的状况 对 他的对手阵营 有一次就在一个活动的公开场合 就说 他就比一个这个手势 比一个这个手势 然后说 地方上有一只大牛 胡椒盐很会撒 撒到里长都撒掉了 那句话什么意思 撒钱吗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他撒到胡椒盐 撒到里长都撒掉了 所以里长就说 票要投给这个 不要投给另外一个 为什么 他没有胡椒盐 然后这个对手阵营 就讲这些话 就被这一只大牛里长 就这一只很会撒的牛 去提告了 就是说 你比这个是什么 就是大牛候选人的号码 真的就是5号 就是5号 对就是5号 然后他就说 你这样就是 意思是暗示我 到处撒钱的意思 好他对手阵营 就到法庭上的时候就说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大牛候选人很爱诽谤我 说我坏话 我就说 叫大家不要 不要相信这些 诽谤我的话 所以他把它解释成说 这些这个胡椒盐是说 大牛很会撒这些诽谤人的话 叫你们不要相信 撒到里长都撒掉 就是里长都听信了 他讲的 对对对对 各自解读 各自解读 当然听的人 我们只会讲句话 你不要当我们律师是傻子 也不要当我们检察官是傻子 对对 其实有时候很明显的东西 就知道你在影射谁 只要传几个里长来问一问就知道 看他们当时听的感受是什么 就知道 或是不是台下大家都哄堂大笑 都知道在想谁 其实就知道 只是很可惜 这个案件可能后来和解掉了 或是什么之类的 就查不到他后来法院怎么认定 大部分选举是这样 选举的时候 因为都骂来骂去 所以什么都告了 一选举完 你选上了 就选上了 没选上了 就继续告好像还没有意思 没意义了 有可能就测告 台湾在地的选举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选前才会选民服务 选后都选完之后都是选民来服务 选前选举在我国就是个嘉年华的性质 每三年四年两年不等没有关系 就那个时间点 大家都会开始怎么样 接地气在地文化放黑寒 炮煮粉 对不对 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 住的地方全部都调查的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国家机器动得超级厉害 对不对 民众有知的权力跟真相 我们个人是觉得这样非常好 对吧 仿佛对我们像律师界选举也一样 对 沸沸扬洋风风火火 他这个时候有活力不是很好吗 反正再怎么选就那两三个月 选完这两三个月 大家觉得有生存的意义 战斗的本能 两三个月够之后就死人 就变成死人 没有关系啊 再等下一轮 对啊没关系 要再等就好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民主制度的好处 就在这个地方 有所就是有竞争 有进步才会有活力 对对 然后这段时间又创造律师就业的机会 又是独厚于本行 我们觉得是非常好 这个制度一定要延续 而且像刚刚 黄大学是讲的这两个例子 挑明讲好啦 说真的 那很多时候 因为你刚好可能第一个例子的 法官检察官可能比较认真 第二个为什么会这样 是遇到正常的法官跟检察官 为什么 大家心里面会想什么东西 两边骂来骂去 我是法官检察官 我一年这么多件案件 我看一下骂一下会死 对不对 你自己多担待嘛 对不对 骂的人会跟他讲什么东西 第一个案件 谁叫你 你主管没有容忍的哑量 发这个文被告刚好而已 那个人就可以跟他讲 你上班的时候 你又要这个样子被人家骂 刚好而已嘛 两边都冷冷嘛 对不对 像我就叫他们去和解 不和解都是两边各打五十大 把那滚出去 没差 第二个也一样 选举的时候 台湾选举哪一个 不是你骂我我骂你 跟教父的桥段一样 黑社会不是你设我我设你吗 打死无怨 上台千身直撞 对不对 上场屋子下手不留情 选举的时候 不这个样子选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选 都给我滚 对不对 然后一样两边都去和解 不和解算 第二个案件 我们就觉得 闻到在地的司法位 这样就对了 对不对 选前激烈 选后和谐 这社会才会 这样运作 这是要告诉湘民键盘狭说的 这就是选举的真相而已 不过这个真的是亲身体验 我真的是参与过竞选的时候 在选县市首长 然后就真的有一个县市首长 可能被毁谤啊被什么 而且那个毁谤就是说 你可能本身有刑案 你可能本身过往有一些黑资料 你可能过往有一些负面的新闻 好啦那这个人 其实法院都还他公道了 他的确曾经被这样讲过 但是法院都判决无罪 没事了 可是对方的阵营就 讲你前面这一段 没讲你后面 已经都判无罪 没事了 那我们当时当然很不爽嘛 所以就提告刑事 就是犯案名誉 然后甚至还申请假处分 要把这个看板拿下来 对甚至还要就是做 因为你如果等到 打完官司好几年了 选举早就选完了 所以要假处分要干嘛 可是真的就会发现 法官的态度就是 选前要我开庭 不是不行 就开一次大家两边讲完 就不开了 那你就会很急啊 特别是你觉得 你要澄清的那一方 最好能够选前就判决 可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法官也是这样子 他还在等看看谁选上 因为两边攻击来攻击去嘛 你告我我也告你 你又告我我又告你 然后法官就激了一堆案 然后可能他们也很习惯 选前就是会这样 然后就好就等 可能最多开一次 有的甚至还不开庭 你催他开他 好不容易开一次庭 然后就等到选完了 谁选上了 谁没选上了 好等到选上的 他大概也觉得 没关系他司法都给你走 可是没选上的 要继续走就觉得 又要花律师费 又要花时间 我告了澄清也没有用 因为我就没选上了 算了 然后法官就等着 好啦 那你们是不是就和解啊 又或者要撤告啊 对啊 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办 我只要拖撑过 你们选举这段时间 可是我心中的OS 因为我是其中一方的律师 心中就觉得很不爽 说 那原来选前 这么多乱七八糟讲的话 我们的司法就这样 那也就让这些乱七八糟 继续在这个子弹到处飞 然后也没有要去主持正义一下 可是对法官来讲 他搞不好也觉得 这么短的时间 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正义 他搞不好也觉得 我要去影响最后选举的结果 好像变成我被扣另一个大帽子 大家利用司法这一把刀 要来影响人民的选择 好像也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 心中好多好多的问号 就觉得 哇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就是好多人就到 什么地方按您控告啊 按您控告啊 那时候最忙就是台北地方法院 那个零一直被按 大家告来告去 我想接下来又要选举了 大概又会不断的看到这种场景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如果真的讲了 然后别人会对我贴标签 甚至我在这一个行业 不要讲我主管 他可能被我弄掉了 可是其他人一听到 这个人曾经是那一家公司 发生什么事件的被害人 大家就小心喔 会不会你也被他告啊 或怎么样 就变成是一种贴标签的状态 所以他自己反而就觉得 我好像讲出来 虽然我是被害人 我一讲 我好像也不能在这个业界生存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其实我们看了这个MeToo事件 你会发现 当然很多后面看到 都是演艺圈的生态 那有很多都是大咖的艺人 那我在想说 或许那些艺人们 因为自己成为非常有名的 这样子的一个艺人 如日中天 或许对他来说 这些不管歌迷 影迷 剧迷等等 对他们来讲 可能就是一个 他们很容易信手拈来 然后可以互动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有一些 可能对方不一定是愿意的 那就变成了性骚扰 或甚至变成强制猥胁 或甚至变成性侵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除了在演艺圈以外 在其他地方 是不是也会发生呢 那当然我们看到职场 也是一个很容易发生 就是讲说有上对下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校园 其实这种在台湾的社会 或者说华人的社会 其实不断的产生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部法律 儿童性剥削仿制条例 其实针对这部法律 我也是当了律师以后才了解 原来针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有很多的法律规定是加强处罚 你只要对未成年人 不管是违反他意愿 为性侵害 为性骚扰 甚至拍摄性影片 这些通通都加重处罚 所以像前阵子我们看到的 一些新闻事件就有一些艺人 遇到了未成年的事件 公诉罪 而且加重处罚 才变成一个刑事案件跑出来 否则一个人会觉得说 虽然他未成年 我们两情相悦不行 可是在法律上 只要是未成年 他就算同意 因为他的思想不成熟 他的同意不等于是同意 所以这个也是在节目上 让各位观众朋友知道 希望你们面对 不管你认为这是爱情 或你认为这是真爱 但是只要是未成年 他就不能够认为 这是叫真爱 这个叫假的爱 因为他思虑未成熟 只要发生身体 或者是我们叫做性自主 或者是身体的性自主的自由 受到了影响 可能都会变成刑事案件 那我想也请这个黄利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一些职场的 这个性侵或性骚扰案件 是不是也很常发生 对这些性骚扰防治法修法 就有特别针对有权势关系的 做加重的这个规定 不管是刑度加重 还是说申诉期间也比较长 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有权势的状况底下 受害者会更难去讲出他的真心话 或者是去求助 因为考量到说我可能在这个职场上面 我在这个校园里面 我都是我还有求于他 我简单来讲我可能有求于他 比如说他是我的老板 我没有雇佣关系 求职的关系 或是他是我主管 有监督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好多还是 我如果真的讲了 然后别人会对我贴标签 甚至我在这一个行业 不要讲我主管 他可能被我弄掉了 可是其他人一听到 这个人曾经是那一家公司 发生什么事件的被害人 大家就小心 会不会你也被他告 或怎么样 就变成是一种贴标签的状况 所以他自己反而就觉得 我好像讲出来 虽然我是被害人 我一讲 我好像也不能在这个业界生存 我就好像破坏皇城内的和平 我是一个troublemaker 那像之前导演 你有声哲的案子也是这样 他可能他对很多人 不晓得啦 但是有可能发生的话 但是讲出来的这个人 他其实也是估计 他非常大的勇气 因为有非常多人劝他 为了电影好 不要讲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在这部电影上 你把导演 对你怎么样的事情讲出来 我们电影就毁了 但他还是姑息有计价 那像之前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谢小新 他著名的原因 是因为他太夸张 我们很难 我们很可以接受一件事 就是男生本来就是会 比较喜欢女生 所以男主管本来就是会 对女下属比较好 这个我们其实是人之常情 我们可以接受 可是这个谢小新主任委员 夸张的是说 他已经让人家觉得说 你怎么把自己当后宫再养的感觉 好像你是皇上 他是后宫 他说他在任期间内 换了八位秘书 然后每一位的身高 都是挑过的 可能就是比较高挑 然后面试的时候 问你身高体重血型星座 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什么婚育计划 问的很详细 好像在选妃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他也会 比如说女生要跟他请假的时候 他就说你一定要当面跟我讲 但是男生 请假怎么当面讲 就可能事先吧或什么 但男生就是可以传讯息 不知道为什么 女生就是要来当面 对对对 要面圣这样子 对 那他也是被爆出说 就是整天在就是眼神上下 打量女性 跟秘书讲话都靠很近 可能就也在他耳边这样讲 对 你是一个主管 我说实在话 你今天如果不是我主管 我可能就一拳打过去 或直接回你说 你在讲什么 你在骚扰我吗 可是因为你是我主管 我只能哈哈哈哈笑 没想到被你当成是 好像可以予取予求 一直继续讲下去 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上司 你反而要比一般男生更熟这个界线 对 因为下属 那个可能怕得罪你 那个公务员身份就没了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忍着也 也必须被迫接受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职场上 尤其是谢小欣被那个调查以后 被认定免职 这是调查过的结果 那他也成为我们内阁第一位 因为性骚扰被免职的官员 对 那校园呢 校园当然也是屡传不鲜 有没有被爆出来而已 那有一个副教授也是说 他在知道 他可能是知道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就跟研究生谈出感情 然后学生还怀了两次孕 结果这件事情被人家po到脸书上面去 那也是被乘处啦 在该学校被免职 那那个也被一年停职 不可以当那个 就私生恋嘛 就是私生恋 私生恋 那现在大家就对于说 校园的私生恋到底该不该禁止 人家说可是我又是 谈感情的自由啊 我们可能就是 可能看队眼或什么的 其实日本好像有不少私生恋 对他们很容易发生 其实很多大学教授的太太都是研究生 对都是研究生 包含本行很多老师的老婆师母 都本来都是学生 对然后很多时候讲白一点 人家好好的就是因缘美谈嘛 你不好好的 那就是丑闻性骚 就出事了 所以这有时候还是一样 这有些时候不是制度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人家可以不见得你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 就不要想着人 就不要去那边要求说跟别人一样可以 这有时候还是一样 先照照鏡 看看自己的口袋存款 然后环顾一下自己的 十周人际关系 不OK 觉得可以再说 觉得不可以就 反正有大绝招 真的不行就自己同性恋就好 总是有可以解放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是成年 就是对象是一个成年人 或许你可以说他就自由恋爱自己选 但如果他是一个未成年 像高中我们最常听到 高中老师跟高中学生 有的是高中男老师 有的是高中女老师 那对于男学生或女学生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 所以这一次性别教育平等法 就是完全针对刘律师讲 这一块去修 他们一定是经过很多的这个 对很多的利益 不是利益 权益要去平衡 他们这一次修法最后 目前我们猜以后 大概也是这个结论 未成年一律禁止谈师生恋 他说他法条说禁止亲密关系 我是不知道亲密关系的解读是 我想就是可能连 就是你不能交往 不能拥抱 不能就是一般我们正常认为说 这个是预举的 不是社交该有的 都不应该有 未成年是这样 那成年呢 成年但是又还在学校里面 比如说可能研究生 或者什么之类 他们是用 如果你是有上下属的权势关系 也不行 比如说我教导你 训练你 指导你 我可以评鉴你 然后甚至我有这个管理 或者是辅导 这些也不行 对 那未来大学教授 就少了一条找对象的路了 几乎都是这样来的 都是自己的研究生 所以可能你是不是要考虑说 如果他原本是你指导的 你就要请别人来指导 就是说就是 他不能再当你的学生 你不能再当他的指导 为什么 他们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行 他们说因为有人会觉得不公平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学生 跟教授谈恋爱 那教授在帮他考试考卷 是不是会改高分一点 还是他会被泄题 还是说他会不会论文就让你 教授都亲自教导 一对一教导 所以成绩特别好 甚至教授写完给你用 超好的 讲到这种不公平 我们这个地方深受其害 对啊 同性跟异性绝对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这本人学术的黑暗面 我就自己来揭露 对啊 这跟性少无关 跟性侵什么都无关 这东西就是老师 对异性同性的差别带 我还记得我当时那个时候 对啊 老师只要遇到女生 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 无不一一照办 对不对 就怕人家女生不开心 对不对 然后女生这时候没有做完的事情 全部都丢到男生这边 我那一届更糟糕 全部都是我女生同学 然后只是我一个男生 然后助教的工作 女生只要一开始不想做什么 老师怎么样 我不想做什么什么之类 我最近要准备考试 哩哩哩哩有的没有的理由 然后老师就会把他 好没关系没关系 就这个样子 因为为什么也怕 me too或什么之类 东西收完之后 总是要有人做 因为老师不会自己做 对不对 身份尊贵的老师 怎么会做这种学生 改考卷这种低贱的工作呢 转过头来 A群过来一下 这个能不能帮老师处理一下 我那时候就想 我那时候指导教授 有没有诠释关系 有嘛 不敢不敢拒绝 不敢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觉得 好像哪里怪怪的嘛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没有道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一间扛一下 全部接受完 从此之后就知道一件事情 学术是不平等 对 老师为了让你有更好的 你的学业成果 增加你的实战经验 所以把一些种植的大人交给你 本来当时是这样欺骗自己 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写论文的时候 跟老师讲 老师我不会写 然后拿了一堆原文书 反正你日文现在会看的嘛 全部丢给你 看完之后发现 只有写出一两张 我们觉得那时候觉得 差点毕不了业 心焦乳粉 就对方女生一来 老师怎么办 我要考试 我毕不了业了 然后就突然就 这个别人写过这几本 中文 大纲 你先看看 这可不可以 你就看了老师 再看了他 然后他走出去 老师 那为什么你要先给他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那句话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那个谁谁谁 快哭了吗 老师对女生哭 比较没有办法处理 那男生哭呢 但我们男生又不能哭 对不对 感觉很懦弱 但是哭了只有老师 会不会这样出你的 不会 但是反过来 如果有一天你是那个教授 你会不会做一样事 会 会 为什么 因为自己当老板之后发现 男生有时候好好跟他讲 没问题 事实叫命 可以 男生就是可以这个样子 陷出你的心脏吧 然后女生只要一哭 等等 你先不要哭 先哭完再讲 过了半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难过 是 是 对 所以从这时候 讲难听一点 有些时候 这跟 自己人生的题目 不结婚不知父母难违 不离婚不知自由可贵 你要经历过人家的位置 你才会知道自己的位置 从此之后 我们知道老师这样做是有道理 为什么可以得罪男生 因为男生需要磨练 为什么不要得罪女生 因为女生的委屈 我们男生承受不起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好的诠释 所以 在现实的状况下面 真的就是 可能男女的确有很多的不平等 所以你也看到法律特别家租 对女性的保护 那当然某个程度 对男性特别不平等 这就是现实的现状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跟大家讲 虽然我们真的有一些委屈 我们就希望好好的把我们的委屈讲出来 那我告诉大家 不管是法律 不管是目前实务上面的风向 其实都对我们是有利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想利用这样子的氛围 把一些虚假的事情 然后呢透过这样的手段去打击对方 伤害对方 那我们要告诉各位 其实法律一样会制裁你 所以呢 不要想利用这样的事件 另外做一些你想做的坏事 这样子仍然不会受到保护的 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我们两位大律师 来节目上跟各位分享 首先谢谢我们的黄力黄大律师 谢谢大家 还有苏玉泉苏大律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我们每周六日播出的节目 在我们晚上八点钟 见天电视台 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的 近天电视 GOLDEN TV 看电视 学知识 律师的钟言 让你受用一声 我们下次见 拜拜